各位呢,我們把Unity打開 那我們選擇3D的方法 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專案 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專案 看各位存在哪邊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那這個專案裡面呢 我們將會介紹一下 Train跟關節的一些使用方法 好,那首先在這個專案裡面呢 我們先幫大家先來個打光 反面燈光就什麼都沒看到了 再來呢,我們來建立一個3D的Train 場景 好,那場景的部分呢 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場景包 本來這些材質的話,你根本就沒有土地啊 這些東西你都沒有材質 所以我們就請各位呢 你各位一套 Sysyn那邊呢 各位可以用的東西 但是改了不少 比如說呢,我們可以在這邊 把一些 來,我們來加點東西好了 Environment 環境的部分 把它加進來 不太好,重來 好,那因為這邊有改掉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各位從官網上面 我們去從Sysstone裡面去 下載一些東西好了 好,從Train這邊呢 各位打Train之後呢 就可以找到一些 這邊 這邊 好,不然 各位踹一下就好了 這個 這個Train的部分 來做 它是免費的 好,上載吧 好,那我畫面先暫停一下 等它完全下載之後再繼續 好,Import的動作 好,我們把這個Train 把它Import進來 好,那各位在這邊就會看到 剛剛的 一堆這些有趣的東西在上面 好,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場景的部分 先畫一下 然後這邊選個材質 加上材質 來,選個新材質吧 我們選個草地之類的 不幸沒有草地 那我們就用木 就選這個囉 好 好,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遊戲這邊 遊戲這邊 好 找一下哈 請各位透過 啊 找一下 這麼快 好,那我們完畢之後呢 各位就可以把這個 拿 好 這個材質沒上來 好,再一次 選擇材質 好,Add 好,那就開始囉 先把它拿掉哈 因為它這邊會影響到你看的效果 好 2D的部分把它拿掉 各位就看到哈 那燈光的部分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下 因為它有點小暗哈 好 好 好,像這樣哈 那Kmart的部分 我也是建議 你把它稍微移動一下下 然後 鏡頭稍微 調整一下哈 讓它可以看到我們的 遊戲 好,那現在是目前的狀況哈 好 好,再來往下哈 五角 那遊戲主角 各位是可以從Kelletor這邊來哈 找一個現成的Kelletor 把它加進去 好 把遊戲主角給加進來哈 應該可以在這裡 Kelletor的Ctrl的部分呢 會找到主角相關的一些動作 好 所以呢 我們請大家在哪裡呢 在Standard 然後Kelletor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叫做 Suparty的Ctrl 好 第三人稱的控制的部分呢 來 那部分哈 別人把它拉進來哈 別人把它拉進來哈 拉到 上到場景 好 先選場景 就把它給加上去 好 然後我建議你稍微擺高一點點哈 就是 呃 不然它到時候可能會掉下去 好 好 那這樣就可以了哈 好 那你就把它先把 正式把它Coming掉哈 Coming掉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行不執行哈 好 好 再來一次 再來一個 Arrow 再去執行一下這個遊戲囉 好 那開起來就像這樣子這個情況 嘿 沒錯 好 那我先把 這個影片先到這邊先到一段落哈 來再分開落第二段哈 拜拜